哈喽大家好,今天教大家做一款非常好吃的巧克力慕斯蛋糕 浓浓的巧克力味儿真的是满满的卡路里 喜欢吃的我们一起吃做一下吧 小锅中加入60克巧克力隔着热水融化 放一旁备用 用10克吉利丁片放在冷水中泡软 小锅中倒入50克纯牛奶小火加热至温热 放入刚才泡好的吉利丁片 搅拌至融化 再倒入刚才格式融化的巧克力叶中 搅拌均匀放一旁备用 另取一个碗 碗中加入200克淡奶油 16克白糖 打发至浓稠酸奶状 再倒入刚才做好的巧克力吉利丁叶 用硅胶馅给它搅拌均匀 准备两片蛋糕片 取一个6寸的清风蛋糕模具 里边放入一片蛋糕片 倒入一半的慕斯叶 上面再铺上一层蛋糕片 再把剩余的慕斯糊倒入里面 盖上保鲜膜 放冰箱冷藏4个小时以上 再来打发点淡奶油 上面作为装饰 碗中加入100克淡奶油 8克白糖 用电动暖暖器打发至微发 再加入30克融化好的巧克力 继续打发至奶油出现有明显的纹路即可 装入表面袋 把冷藏好的慕斯蛋糕用热毛巾给它敷一下 脱模后把上面挤上一层奶油作为装饰 上面再撒上点可可粉 这样一款既有颜值又非常好吃的巧克力慕斯蛋糕就做好了 喜欢学会的小伙伴赶紧读书制作吧 真的是冰冰娘娘超级好